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唐献宗爱将李光言设宴招待将士 使者敬献绝色美女 将军只说了一句话 震惊在场所有人 815年的一天 唐献宗爱将李光言设宴招待将士 酒喝得正高兴 席上突然出现了一名爵士美女 大伙顿时看得眼珠子发红 谁知李光言却没有一把揽过美女来个 以红未翠 反而对敬献美女的使者讲出了一番话 相公怜悯我孤身一人离家在外 赏赐我绝色美女 这样的大恩大德 我很是感激 但是这里的几万名大唐将士 哪一个不是背井离乡 有家难回 哪一个不是不远万里奔赴险地 以血肉之躯直面历刃刚刚 我怎么能忍心只顾自己享受欢愉呢 说到动情处 李光言不禁泪流满面 在座将士们深受感染 无不随之落泪 说完话 李光言便当众送给使者丰厚的礼物 连同那名美女也一起送还 并慷慨表示 替我感谢相公 我决心以身许国 发誓跟叛贼势不两立 即便战死沙场 也绝无二心 见主将退还了送上门的绝世美人 是与全军将士同甘共苦 共赴国难 在座之人都无比感动 方才对主将的艳险 转化成了激昂的爱国热情 此后他们士气高涨 为平定怀惜 立下了汉马功劳 然而他们当中 很多人并不了解 就席上的这一幕感人至深的场景 并不是李光颜现场的心血来潮 而是他早有准备的一番表演 原来李光颜的上司韩红 作为宣武军节度使 在汴州盘踞了十几年 惯于拥兵自重 此次受命统领大军 他又想仰扣自重 借淮西军队朝廷的威胁 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自然不想太过迅速的 平定淮西翻阵 但是在讨伐淮西的唐军中 中武军节度使李光颜 是打得最卖力的 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影响下 其他人也都有争功的心思 照这样打下去 淮西军恐怕扑腾不了太久 因此 韩红想要拉拢李光颜 好让他慢一点 李光颜本名阿爹光颜 出身河曲地区的游牧部落 他从小便孝顺父母 与哥哥李光静 有爱和睦 家风很好 兄弟俩曾有让七嫂 互相推让管家权力的事迹 李光颜作为节度使 也不差钱 金钱攻势未必奏效 不过收买人的强力武器 还有美色 毕竟英雄难过美人观 韩红搜遍了大梁城 费尽心思寻到了一名美女 他请人教她唱歌 舞蹈和演奏乐器 还为她配了一身价值数百万钱的珠宝首饰 把她打造成了财貌双绝的绝代佳人 随后 韩红派出使者带着美女和书信 前去见李光颜 使者将信件交给李光颜 与她约定了线上美女的日期 那么李光颜为何后来会选择拒绝呢 首先送上门的美女是一份大礼 更是个温柔陷阱 李光颜若是接受下来 无疑就会吃人嘴断 很难拒绝韩红的拉拢 和进一步的要求 其次 温柔相视英雄种 接下这个糖衣炮弹 李光颜也很可能一步步腐化堕落 失去昔日的忠诚和气节 沦为招影苍蝇的臭弹 被各方势力用美色伪劣 再次 如果李光颜接受了韩红的馈赠 在唐宪宗眼里 两人就算搭上了线 韩红在汴州拥兵自重十多年 早已不被皇帝看作自己人 李光颜若是与他勾勾搭搭 那他的忠臣 还值得皇帝信任吗 最后 自重唐朝出现 藩政割据局面以来 朝廷一直在根据军事 政治经济上的需要 对各阵节度时管辖范围不断进行调整 这样的例子对李光颜而言并不陌生 唐德宗使管辖华州许州 陈州郑州 四个州的一城军就被拆分 许州陈州成了中武军的地盘 即现在李光颜的辖区 在朝廷提防节度时做大的情况下 同在中原要地辖区还相邻的李寒二人 若是勾结在一起 那么他们既把持着曹运河道 又威胁着近在咫尺的东都洛阳 无疑会成为唐献宗的心腹大患 因此 宋上门的绝代佳人 看似美妙无比 其实是抹着蜜糖的毒药 李光颜一旦接受 将会渐渐失去终结和斗志 遭受唐献宗的猜忌 最终或是惹来杀身之祸 或是晚节不保沦为叛将 由此看来 李光颜拒收美人的决定 是清醒且明智的 但若是不给人家面子直接回绝 难免会使骄横自负的韩红 恼羞惩怒 进而利用自己上司的权利 给李光颜穿小鞋 另外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韩红私下送美女的事情 难免会流传出去 即便李光颜不收美女 两人的私下前世交往之事也会疯传 招致唐献宗的猜疑 为此 李光颜在公开场合安排了一场苦情戏 他用与将士同甘共苦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推掉了韩红送上的美女 还用丰厚的谢礼给了韩红足够的面子 使他遭受拒绝后的不满大大减小 同时 李光颜公开拒绝韩红拉拢的坦荡表现 以及以身许国的一番忠诚自白 完美地展现了他的忠诚形象 传到唐献宗耳朵里必有效果 最后 他还以此为契机 用富有感染力的方式 打动了在座的唐军将士 激发了他们的忠心和勇气 此后 他的部队果然连战连结 战功赫赫 通过一场酒宴 李光颜成功实现了一箭三雕 拒绝唐一炮弹的同时 减少了韩红的敌意 化解了皇帝的疑虑 还鼓舞了大军的士气 可谓是做到了拒绝的艺术 能做到这一点 李光颜的智谋是亮点 而他的忠译则是基础 唐献宗的评价 百战表于望须 一心助于报国 岁月滋久 坚惩不回 可以说是他这一生的最佳写章 这一生的最佳写章 有的最佳写章 会当时 记住在于闪